字幕字幕提供 好, 今天我們會講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是要先定義的 就是抹日博士 跟我們兩個都可能有關 首先, 我認識的抹日博士 就是Marvel的抹日博士 即是神奇四盒 是一個很有名的街角 帶著鐵面具, 那個是Dr. Doom 但現在當然, 每個人都想起抹日博士 就是想起股市或是樓市 應該這麼說, 抹日博士的名字 其實都是來著Dr. Doom 最初有些人說這個就是Dr. Doom 你問我印象中最深刻的 以前看一周, 經常都說的就是抹日博士 麥家華 都是入口的 我記得現在看新聞說 他是正牌抹日博士 當然現在出了很多版版 首先要幫抹日博士定義 很多人覺得抹日博士 就是唱衰樓市、唱衰股市 我覺得這樣太膚淺了 因為這些叫淡油 淡油是無時無刻存在的 我身邊都有很多 真正的抹日博士 應該就是在市場很好的時候 他就說一定會PK 一定會倒閉 或者 普末 剛剛跌的時候 人人都想要跌一成 他說不, 跌到七成 我之前看有一個蘋果社的馬位 不知道Dr. 什麼 他就說 現在這樣一爆破 會跌到國位數 什麼是國位數 我不知道我會否查到他講些什麼 我想討論居勞 找到這個很經典 我讀幾個給你聽 你猜一下是什麼時候寫的 我不改開名字 我只是讀個態度 港貧通宿 經濟需五年 豪宅急下滑 或見沙士價 或見沙士價 這是一條題 你猜到什麼時候 我猜到沙士沒有多久之後 或見沙士價 08年的 08年的 08年 這個也有點合理 因為08年的時候 剛剛金融下很少 他當然會猜 回頭 同一個人 同一個作者 樓市至少跌四成 樓市至少跌四成 應該這個月吧 我覺得這樣 11年 還有給你多一兩個 港樓價最壞跌五成 又是11年 繼續讀多一個 算了 近一點 若跌幅超過兩成 或出現人踩人 最多下跌達五成 你猜到什麼時候 這個 14年的 我剛才看到 2017年 港股劃見二萬點 周顯大師 你寫財經代過我們 資深 你從來有沒有試過 類似想過 走梅日博士這條路 或者是 財演界沒有什麼 梅日博士 通常沒有幾個 我首先講講 梅日博士的 受歡迎程度是很低的 你經常見到他的名字 但其實他不是很受歡迎 是 因為其實大家 我每天看 我想買 如果看 我想不買 每天 我看你每天 如果想買 每天看 每天都要看 所以其實 我們一往搞投資報紙 自己搞那份投資日報 我們那時候的市場不好 我們不要推垃圾股票 那些讀者寫信來投訴 但真的好 Michael 其實你贏輸不要緊 好像馬金 給我買一下 是啊 你的報紙經常都說 你下次都叫我不要買 那我買這份報紙做什麼 沒錯 就是這樣 我不需要買這份報紙 告訴我不用買東西 只要不買 但你很久才看一次 你明白嗎 你說過 如果你是一個財機 你就天天推股票 你才是天天 喂 你最多要推股票 今天買車就自行沽 今天買今晚就要走 或者今天低位買 但是這樣 我說兩個KOL出來 都是很 就是很 很起朵起到 出了位 不怕說 股票的 一個是沈大師 樓市的 一個是湯博士 他們都很早 沈大師 就未必完全是每日博士 因為他看了很久 不是 沈大師他有一段 他那段 他那段 就不要就手 他話聲就跌滑跌 就是石頭 但他審判日的時候 一個人其實是不是 你都會有一段時間看跌 但你不能夠很長期看跌 現在你一個長期的男友 或者是一個偶然 偶然是一個男友 是對的 會很準的 看到跌跌一定會跌 但不會有一個說2008年開始暢衰到2018年 那一個就不同 一個正確的人 一個頭腦清醒的人 應該會是那個時間會變的 當然他們說的那些東西是比較純從 common sense來説可以拍攝錢來的 我想說就是投資的理論 第一 樓價是從來沒有回到低位的 即是你現在再跌 就算是沙士價 你永遠 沙士價好過就好過8.1 沙士價好過8.2,8.3的時候 不是8.2,8.3的時候 所以你轉再跌 你最多跌到海嘯價 你跌不到沙士價的 因為你是沒有可能回到以前的 即是你所謂跌的 底就是上一次的底價以上 即是恆子會不會跌到100點 跌到1964年的時候是100點 那些什麼炒家入市什麼什麼差差的時候 都想著跌到1000點 其實沒有可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為什麼是沒有可能 等於有人說樓價跌九成 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為什麼呢 就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你做一個 你們大學讀經濟學 伊拉克在美國入侵之前 樓價會不會跌九成 為什麼呢 他那時候禁運 他的經濟跌了九成以上 為什麼樓價不會跌九成 為什麼樓價不會跌九成 不知道有人入市有人負市 不是 是因為貨幣都 貨幣跌了 因為貨幣跌了 即是說如果你用美金來計 樓價是可以跌九成 如果你用港元來計 樓價是不會跌九成 我記得明白嗎 你樓價用什麼貨幣來計 是最重要的 如果這樣會跌大 但以後就算 反過來說 其實樓價跌七成 都不是跌很多 都是跌十年前的價 樓價跌七成是跌很多 樓價跌七成幾成 即是跌五成 因為這十年樓價升了三倍 其實這個升得很誇張 我不會覺得很誇張 大哥 你要讀你市民 其實在1983年 到1997年 那十五年 樓價跌了很多 我覺得現在的樓價 以升來說 算是很可笑 或者是1973年 或者是1967年 不要計算是67年 只是計算是 到了1981年 樓價又是升得這麼多 是僅是以雙位做自計 是十倍以上 但我又想問回 現在樓市的每日博士 似乎是比股市的每日博士容易做的 因為樓市是一個trend 雖然現在正在升 但遲早就下跌 但股票一大升 那一刻就破了 所謂的末日博士 是否這樣 應該這樣說 樓市的cycle是長些 股市的cycle是短些 但也有一個理論 基本理論 基本原則是樓市 樓市見底的一刻 也是股市見底的一刻 兩個是好的 但股市見底 是否比樓市見底 即是2003年的時候 是兩個一起見底 但樓市可能會中間 你會跌一跌的時候 會去到一個狀況 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我又講一下少少 學術少少的理論 股市也有些比較 自由經濟 校律市場 原價支持 那些人都覺得 股市就好像Random Walk 即都是上樓樓 很難猜 很難猜的 但樓市的momentum 比較重要 剛才跟大師說過的 即是他升可以的腳升 所以周期會長一點 這樣說 所以樓市是很不健康的地方 即是股市 你沒有人怎麼升 那些漫無都會虧本 都會輸錢 但樓市是一些漫無都會發達 所以如果樓市好的時候 就沒有人做生意 就是這樣 另外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 即是似乎 末日博士雖然你說很不受歡迎 但他也都永遠不會受到懲罰 我從來沒有人聽過 你這個末日博士 搞到我雞毛鴨票 你這個末日博士 你亂按預測 你收檔吧 說股票而已 要不需要受到懲罰 聽說08年 你說我跌到這麼厲害 我先買一層樓 買一層樓 上樓樓就已經很爭 很多人都很討厭大師 但末日博士 和唱好的人 似乎那個憎恨程度相差很遠 很簡單來說 譬如其中一個樓樓市的末日博士 湯文亮博士 其實都是在世界股爆煲 他不停爆煲 沒有人會罵他 他受呼應點 他做多的形象就是為你好 我一數幾個 保護你 讓你不要錯 所有一個人是智者 通常都是暢談 智者暢談 即是你們蠢我聰 我就暢談 眾人皆聚的感覺 對 通常會有一個智者暢談 而通常智者暢談 就會很受歡迎 大家都知道 水清無魚 但捉賊的人都很受歡迎 對嗎 通常會有這種情況 你覺得 淡友或者博士 在市場上 或者GWL界的功能 就是扮演智者角色 他們領導有人智者 永遠有些人都希望他跌 對 有關的問題 就是最近傳了的幾個星期 就是說 內地有這個什麼 金融評論員 他們簽了一個首席經濟學家 首席經濟學家 自律槍議書 就是要積極傳遞正能量 所以就不讓你暢談 你怎麼看 大師 一個不讓你暢談的角度 他們不可以有沒有人的角度 你覺得市場來說 是否會健康一些 還是反而沒有那麼健康 市場來說 就當時沒有那麼健康 但是 國家需要這樣做 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之前和Catherine談 就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 好像以前用短機制 你不讓它跌 或者不讓它暢跌 你其實是累積著那個能量 到時它真的承受不了 但是另外也有一個角度 就是 不是 現在要給國家時間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不讓它暢跌 那國家就有些空間 可以調整 令到它軟著陸 會不會這兩種都是一個考慮可能性分別 其實軟著陸和硬著陸 很多人都曾經爭論過這些問題 有時候 硬著陸的回復會快些 所以究竟是硬著陸 我覺得什麼情況下 為什麼軟著陸會比較好 就是 如果你經濟是真的快速增長的 那你軟著陸 你經濟之後再配合它 那你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經濟 你都上不了去 你上不了去的話 你軟著陸 其實你照樣都是死 你多遠都死 譬如說 那些人說 日本其實並沒有真正的 完全硬著陸下去 又軟了 又軟了二十幾三十年 你就很嚴重了 但是問題硬著陸 在不同的狀況之下 是硬著陸和軟著陸 有不同的狀況 如果我慢慢等它扯爆煲 然後不要緊 它沒有洩到一套氣出來 不過問題的經濟可以回復 美國經濟經濟很容易 因為你的經濟增長 能夠加上去 所以做不同的狀況 還有一件事想問你 大師 其實現在經常有些財演 就唱好股票 那既然有末入博士 會不會有些人 有些財演 可以唱衰股票賺錢 哦 那那個叫mitty water 是 我們香港有沒有些人 唱衰股市流少 好像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賺到錢 唱衰股票有沒有人可以賺到錢 那就是mitty water 你可以沽空它 你可以唱衰股票 對嗎 那狀況就比較難 但是應該香港比較少這些 因為香港 我不知道美國問題 但是香港 沽空始終有一定的困難程度 所以就會遇到一些這樣的狀況 我回去知道多少美國 就是工機構的運作 其實它不用加很多貨給沽 就是它做的事情就是 它調查過 覺得有些公司是有問題的 但是它覺得市場上面 就是價格不適合 沒有反應 於是他做了研究之後 就收了一個報告 那怎樣賺錢呢 之前它沽定了一些 但是不是說沽很多 它自己 就是街貨可以讓你沽的 借貨沽的 就是不是很多 它就沽了 然後就 塗完之後 那些人相信 就是手拿著那些扔出去 那就賺錢 香港美國一個狀況 美國的情況 它很少大股東 很少大股東 就是大股東 多數股東很分散 譬如說股東很分散 香港很多股票 很多公司都是單一大股東 如果跟你玩對賭的話 就視乎大家實力了 可能都玩了很久 香港最出名的一個 就是80年代的一個經典 國際得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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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一隻卵 這隻卵可能是一百幾十萬錢 或者是什麼 結果 它就炒到幾億銀 市值 然後 很多是大媽撒 全部都出來了 就是去買或者怎樣 結果它為什麼這麼多人沽空 因為 它那個 渦卵 價格是那個正股 那些人炒到 是不是被人沃到爆 那個時候沽空是完全無管 結果 那個人就是 袁天帆親自出來 我說我要交收 為什麼他們就做不 consecut 因為他們數到手法 是百幾百百的 即是 沽空只100幾百百 就是說他們實際上 完全是 手頭是袁無告 無告交收 完全是借交收 就逼她們交收 然後讓袁天帆出去談 那就賺幾億人 是那時候賺二三億 是在三十年前賺二三億 最後,我們經常講一個末日博士 你心目中最厲害的末日博士是誰呢? 我心目中是最厲害的 你說回歸前,有什麼末日博士曾經一講 你說是否中的? 中的,不中的就很多 我肯定一個人是李嘉誠 李嘉誠,他沒有唱,他沒有唱 他是行為藝術,他行為藝術 他演出,他每一次演出都中的 他是一個行動型的末日博士 沒錯 我說過學界,學界有一個樂部長得主Shiller 他一直都說樓市有泡沫,說會爆 但他都講了很多年,十年八年才是 一講就中,或一講沒多久之後就中 講了幾年,說是泡沫 我心目中最厲害的末日博士,叫做泛民 因為他經常都說,如果香港輸不到他 香港就會滅亡,這是最強的末日博士 Jabby是欣欣良榮,那叫做什麼 沒有夾帝昌,你說他爆了,還沒爆 他都在滑落,他都不算很慘 看下去聽他重不重 好,這集就到這裡